哈囉大家好我是Regina 今天的影片背景有點不一樣 因為我實在是沒有地方可以塞了 那今天的影片主題呢 是非常臨時要拍的 出國旅行的行李打包 但是是冬季滑雪篇 我其實原本沒有要拍今天這支影片 很多網友就是在我直播的時候 就說很想要看冬天 就是去滑雪的話要帶什麼東西 或是冬天的行李要怎麼帶 剛好我現在都打包好了 然後有一點時間 我就想說來拍一下好了 記錄一下 所以我等一下要做一個非常大膽的事情 就是把我已經打包好的 再unpack一次 所以我等於就是重來 強烈建議大家 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樣 就是有點龜毛 然後加上有時候可能擔心 自己東西有漏的話 最好提前在五天左右 就是先稍微整理一下大範圍的行李 就比如說大概的項目先列出來 因為如果你缺什麼 你還有時間去採買 但如果你前一天晚上才準備的話 那你除了打包時間非常趕之外 你缺什麼東西 都會變成你只能到當天出國的時候買 我覺得會浪費一些時間 因為我自己不喜歡 沒有準備好出國 那你勢必就會花時間 需要去採買這些東西 我覺得會浪費你在當地的時間 今天的影片 等一下就來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這次去滑雪又帶了哪些東西 好現在你看到的這個就是我的行李 我這一次東西全部收好之後發現 我真的沒有辦法帶一個 29吋的方形箱子出國 因為其實29吋的方形箱子來說 大部分的旅行應該都可以 但是因為冬天的東西真的太蓬鬆了 所以我又另外再拿了一個箱子 這個箱子會變成就是大概沒有鬆散的放 沒有那麼滿 這邊的話是真的完全都滿了 那因為今天的影片我覺得 之前我拍過蠻多支很類似的內容 所以我不會把每個東西很細很細項的點名 然後我是大概講一下大的項目 跟大家分享冬天的心理 去滑雪要帶什麼東西 如果你對滑雪很有興趣 想要知道新手滑雪要帶哪些東西 哪些東西是必備的 你可以去看2020我拍一支影片 是菜鳥滑雪什麼什麼 什麼必備的那支影片 對 然後今天呢我會稍微點名一下帶什麼 好首先就是我覺得 這個有點像盥錫帶的 它就是本身這個行李箱的加乘內涵的 然後這邊有就是我在機場的時候 準備要用的這個暖暖包 為什麼呢 因為我放在這裡 我到時候落地到日本的時候非常冷 我就立刻打開行李箱 就可以把它拿出來用 因為我在台灣是完全用不到 真的太熱了 然後再來是這個是沐浴精 就是刷背的那種沐浴精 就是把它放在這邊 然後這是面膜 OK 先放旁邊 好再來先說這邊好了 這是毛毛 因為我覺得我這次真的帶太多東西 太多衣服 所以如果我在為它準備一個袋子的話 反而不好塞 因為你看它們有一點點大 但又沒有那麼大 然後又都可以塞 所以其實它就可以塞一些機靈的空間 接下來是這一袋 這一袋是衣物類啦 就是一些發熱衣 然後手套跟就是發熱褲這樣 就是我盡量會把同類型的東西放一起 這樣要找的時候比較好找 然後再來是這一袋是一些穿搭的衣服 稍微立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一些搭好的每一套我要怎麼穿 到日本的時候 每一天就是打開心一下 我稍微翻一下就知道 這套上衣搭什麼褲子 就不用想說 欸那這件上衣 那我要搭的那褲子 再褲子那一疊 然後我就會把褲子全部翻亂 就是一套一套裝好 是我自己比較喜歡的打包方式 然後就一樣這樣子 一袋用衣物分類袋這樣把它塞好 然後這一袋是內衣褲 對 內衣褲都放一起 然後胸貼什麼的 因為冬天的時候其實我覺得穿內衣 就是會很麻煩 因為你常穿發熱衣 就好像要穿很多件衣服 會很不舒服 所以我就是喜歡穿胸貼 然後就貼胸貼 然後直接穿就是發熱衣 然後再加毛衣就好 這樣就比較舒服 但如果說去滑雪就不可以這樣 滑雪要帶就是滑雪穿的內衣 其實就運動內衣 就是包覆型好 因為你可能會晃動會跑跳什麼之類 會建議比較劇烈的話 還是要穿個就是讓胸部穩定的內衣這樣 然後這個是我的髮圈髮夾類的東西 就把它放一起 因為可能會用到綁頭髮的東西 你把它分門別類一袋一袋的 你比較不會說東西散了不見了 就是髮圈剛剛不是在這碗頭不見的那種感覺 這一袋是口罩跟獅子巾之類的 就是習慣會帶的東西 口罩這樣子 我跟小蜜的份啦 所以比較多 這樣 一樣就是用漱口袋把它分類好 然後再來這三袋 這是那個盥洗類的 洗髮精、沐浴乳 然後肥皂、身體乳 什麼護髮霜通通在這裡 一定要用這種夾鏈袋打包 因為如果它噴發出來的話 你會很後悔 所以用這個裝起來比較安全 眼唇卸妝通通都在那裡 然後這是我的保養包跟藥品 就是一些藥膏我都放在這裡 然後髮箍啊 棉花棒啊什麼之類的 保養品都在這裡 然後這一袋是化妝品 可以看到行李箱 裡面軌道中間 塞的就是斜墊型的暖暖包 這個 小白兔斜墊型的暖暖包 這個就是它有一點點厚度 所以剛好塞在那個拉桿的軌道 這樣塞就不會佔其他的空間 大概是這樣 這一側就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這一側 像我覺得這個行李箱的這個拉鍊 網格還蠻方便的 因為像有些蓬鬆的衣服 然後或者是零散的東西 把它放這一側 網格帶拉起來 這樣你在機場的時候 或是臨時要找東西的時候 外面打開信箱 東西不會翻得到處都是 然後這一袋呢 是襪子類跟襪套類 就這一次因為去日本好像 每天是1到10度 如果10度我就覺得蠻溫暖 但如果接近1度我會覺得很痛苦 所以我都帶羊毛襪 然後有帶襪套 就是我團購的那個 襪套 就是現在很流行 很像泡泡襪的 就是剛好除了保暖 也可以拿來當穿搭的那個 點綴的加分的東西 這樣 然後這樣子 這樣就一袋了 你看光襪子類就像這麼大一袋 其實不戴襪套的話 會少蠻多空間 可是因為 我還蠻想搭的 然後再來這邊 你們可以看到白白的 這一些是滑雪的東西 其實這裡才三件衣服 但它就超級蓬的 這個是 我的滑雪套裝 那因為這個我沒有特別在用那個衣物的那種收納袋收起來 是因為 它收起來沒什麼意義 它可能一件就一袋 加上我覺得這邊我想要把它好好的塞滿堆滿 就沒有特別用收納袋裝起來了 這個是我在ASOS上面買的那個 TOPSHOP這個牌子的 連身滑雪服 然後它比之前我在ASOS上面買ASOS自由品牌 他們出的滑雪服來說 它更厚實 然後質感也更好 當然價格也是兩倍啦 它就是裡面有刷毛鋪棉 然後都稍微厚一點 整體都比較厚一點 這件是有點喇叭褲的 這件的版型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好我們先放旁邊 帶來的這件是Malkage的滑雪外套 這件真的很好看 但這件也蠻貴的 我買4萬左右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滑雪外套什麼叫特別的滑雪外套 就是你不管是Snowball 還是滑雪外套啊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兩個重點 就是你的左手袖子裡 通常會有一個隱藏拉鍊的袋子 就是讓你放那個進出雪場的雪票 它就是像油油卡這樣一張 你放在這裡 放在這個口袋裡 你進出的時候 因為你總共都拿著東西 你不可能還要拿錢包 所以你手就這樣直接過去感應 就可以過了 它下擺會有這個彈性帶 那這個彈性帶呢 是會讓你這樣穿起來的時候 可以扣起來 扣起來的時候 你收在腰頭這裡 你跌倒或摔到雪裡的時候 你的雪不會滲進去你的衣服裡 你的腰就不會濕掉 你的褲頭不會濕掉 在滑雪的時候 你很常就是 雪會噴到身上 所以這個蠻重要的 就是所有的滑雪外套 便宜的貴的都會有這個 所以這個我覺得算是一個蠻好辨識 它是 就是 for滑雪用的這樣子 其實我自己覺得滑雪 如果你有喜歡滑雪的話 蠻值得投資一件貴一點的外套 雖然就是一件聽起來 喔怎麼要動輒幾萬塊好像很貴 但是 他們都可以穿很久 就因為在雪場的時候 那是一個生理條件很差的時候 就比如說你冷到不行 你是真的會覺得很痛苦 再來是這件 這件是mont clear的滑雪外套 它也是滑雪外套 然後它是去年的時候 我跟電商平台合作的時候 他們給我購物金我買的 然後這一件呢 它就是 你可以看到跟剛剛那件完全不一樣 剛剛那件合身版 這是寬鬆版 mont clear 去年設計就蠻多流蘇的 然後這一件就是正面背面都有流蘇 然後是比較膨然後有點男友外套的感覺 一樣可以看到它這裡袖口有個拉鍊這樣 然後 一樣下擺的地方 可以看到這裡 就是有彈性束帶 就是 可以那個 保護你的腰不會有雪滲進去濕掉 對 然後接下來這一件是滑雪的褲子 它是有點喇叭褲 其實滑雪 Ski的話 通常蠻多都是喇叭褲的 然後我當初就是因為我喜歡Ski的衣服 所以我才選擇去滑雙版的那個Ski這樣子 然後這個也是我在ASOS上面買的 這個牌子叫Protest 這個我在日本的那個滑雪的店都有看到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的價錢就是 我覺得算中間就是它單價都大概在3000到6000 然後有時候特價的話可能就3000上下 我就覺得算是對新手或者是 你不想花那麼多錢買太多的話 那我覺得你可以買他們家的單品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太便宜的東西 你可能買一兩件 然後結果它超級不耐穿 然後像買中價位的話就可以穿比較久 它的布料什麼也都比較好 然後你看它下擺有這個 它就是可以套住你的雪靴 Ski的靴子就不會進雪 編整理的時候發現還可以繼續在 這邊我還有帶了貼的暖暖包 是在Costco上面就有賣的 對我就直接買了一箱 因為有網友跟我回報說 日本的藥妝店比較少貼的 幾乎都是鞋墊型暖暖包 或者是手握式的那種 所以非常怕冷的 我還是決定台灣先買好帶過去好了 然後這裡有一包家裡不曾舊的 手握式的那種暖暖包 也是小白兔的 然後我真的非常怕冷 因為我幾乎每天都會用 然後口袋會一邊放 剛剛分享的這個口罩這一袋裡面 還有一袋是藥袋 就提醒大家真的去滑雪也要記得戴藥 因為maybe你會頭痛 就是可能很冷然後你頭會痛 然後或者是 呃你吃東西胃脹氣胃痛什麼 反正我覺得止痛藥胃藥 然後過敏藥這些都可以戴著 因為這些我覺得都算是常備藥 我這邊放滑雪的東西大概就這樣 然後基本上就是自己的衣物 然後其他像我有一雙Ski的靴子 就是特別放在滑雪袋裡面 然後滑雪袋的話我等一下會帶大家看 那我現在先帶大家看我另外一個行李箱 接下來是另外一個箱子 然後一樣也是29吋 這個是Rimova的一般29吋的箱子 就不是正方形的那種 啊我自己覺得這個是 這個後來都變成我的備用的行李箱 就不會主動拿這個來用 因為我現在已經不習慣太扁的箱子 因為我覺得還是這種方形的箱子比較實用 然後這個箱子沒有裝很滿 但是還是塞了蠻多東西 這邊是 呃這個夾層 我覺得Rimova就是這個是優點 就是他們夾層很大 可以放很多東西 然後也可以當一個分類這樣 這個是棉條跟微生棉 女生的生理用品 因為這一趟好像會遇到 所以我就還是帶著 然後雖然日本都有賣 但是我有自己習慣用的品牌 所以就不想要冒險 然後這邊就沒有放東西 打開之後呢 裡面真的很空 那首先是有一袋 也是我穿搭的衣服 這邊真的塞不下 你們有看到剛剛那個狀況 所以就放這裡 然後它也是被我塞的 你可以看到就是鼓鼓滿滿的 我覺得我這次對於穿搭準備 真的非常克制 因為我這一次是去10天 可是我只準備了6套的搭配的衣服 因為我想說剩下在雪場 基本上都穿雪衣 那如果說下山之後 結束滑雪 可能就拿原本的衣服 就是mix就好了 所以我就沒有再搭到那麼多套 然後說真的我們去滑雪的時候 都蠻狼狽的 所以滑雪完都只想休息 不會想拍照 所以我就其實沒有帶到那麼多 我覺得冬天 長途的旅行 帶衣服真的很麻煩 所以冬天旅行就是又愛又恨這樣 然後這一雙是 靴子 因為我非常怕靴子凹到折到 因為這種就是要這樣蓬蓬的很可愛 所以不敢凹到它 所以就另外放這箱子 盡量是讓它空空的不要有壓到 然後這個靴子是之前就也是有開箱分享過 或是MOONBOOT 然後這個牌子的靴子 我已經買第二雙 它真的很好看又很輕 然後他們的鞋底 就是非常的耐滑 就直滑 就是在雪地的時候真的沒有滑到過 就是我去踩那個 有點像結成霜的冰面也都不會滑 所以我覺得它真的很好用 又本身輕 裡面又是刷毛撲棉 所以就很暖 就是如果這次出國看到短筒的話 然後我是絕對會買起來的 很可愛 不過帶一隻這個IKEA的那個年棒 因為就是有一些衣服深色灰色 有毛的話 就看起來衣服好像很髒 所以我還是會戴著 就是一個習慣啦 這是我前天臨時跑去買的外套 因為我全部搭完發現 我好像沒有外套這樣子 然後這件就是我覺得好看 又算應該蠻擋風啊 裡面也有刷毛蠻厚 但是它本身是很輕的 因為它不是真皮 然後它表面是有點像那種 幾皮 防幾皮 然後就是蠻輕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的話 在冬天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你穿到太厚重的外套 一整天逛接下來肩膀會很酸 就很像你真的背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這種輕一點的外套的話 是還蠻不錯的 然後搭配又很好看 然後再來這邊有一件白白的 這個是連身的 剛剛漏王之魚一件滑雪的衣服 這件就是我說的ASOS自由品牌自己出的 可以看到它的鋪棉 它就沒有鋪刷毛 然後就是那種有點像有絨的布而已 然後它整件就是也沒有什麼鋪面 就蠻薄的 所以之前我穿這件的時候 裡面就要再塞發熱衣啊發熱褲 就是真的很冷 然後外面還要再加外套 因為這真的會怕冷 然後這件的好處是它帽子可以拆 所以它會有兩個感覺 一個是臉帽可愛感 然後一個是莉菱帥氣的 帥性的感覺 對然後這一件呢跟剛剛那件 Topshot不太一樣 這件是窄的版型 所以它可以直接套進靴子裡 就是不是喇叭褲的那種褲型 然後再來是 我還有帶一雙加拿大鵝的靴子 是這個之前也是有跟大家分享過電商開箱的 因為這雙就是想說出國的時候可以穿 然後因為剛剛那雙Moonboots高筒的嘛 然後這雙就是低筒 我覺得可以交互的搭配 然後它很棒的是它可以這樣子穿 它可以翻下來 然後變成低筒的 然後後面有他們的很三八的品牌標這樣子 就會變成加拿大鵝 Canada Goose這樣 對 反正就是我覺得蠻可愛的是靴子 可以兩穿 然後它本身裡面有刷毛刷絨非常的暖 然後它的鞋底有那種很粗的就是橡膠底 然後它還有兩種橡膠底 就是一個很像那種柏油露的感覺 然後一個就是一般那種深紋 所以我覺得這個走在雪地應該也是蠻安全 而且加拿大鵝本來就是一個針對 比較極端環境的品牌 所以我就覺得他們鞋子就很放心 雖然有點小貴 可是就覺得裡面整雙都很 就是像羽絨一樣很暖這樣 這個就是雪袋 這個大小跟寬度通常是拿來裝Snowboard的板子 就是所謂的單板滑雪 那這個是小咪的 因為我是滑雙板 然後跟單板不太一樣 我自己沒有買板子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裝小咪的板子用的 然後裡面就是有 因為它已經收好了 我不敢打開 我怕它等一下崩潰 我東西亂收 裡面就是有我的Ski的雪鞋 因為我滑Ski後來有買自己的雪鞋 因為我每次租鞋子都就是會讓我腳很痛 就是我腳房不太適合 所以後來做了一雙自己的雪鞋 然後裡面有一些 偷打開一下 有一些那個就是滑雪要用的東西 之前的那個影片都有分享 就是 這裡面有小咪的雪衣 然後我滑雪的雪杖 就是這個雪杖 然後小咪的雪鞋 這樣 然後就是它的那個Snowball跟Ski的雪鞋子不一樣 所以它的 它的鞋子有點像我剛剛那個Moonboots的鞋子 就是會胖胖的 然後 是真的可以走在路上的雪 後面這裡 就是有放一些我們的安全帽 因為滑雪是一箱 其實有點像 你想像是在騎車 就是有可能會有人 時速四五十超越這邊撞過來 蠻危險的 所以一定要戴安全帽 然後還有一些雪鏡 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些滑雪的手套 這樣 大部分是這樣 如果大家對滑雪有興趣的話 我剛剛片頭有說 就是可以去看我滑雪那支影片 比較完整 今天就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滑雪的旅行的話 會怎麼準備行李這樣 然後如果你有雪袋的話 要注意就是不要買太長 因為我們前一個雪袋就是太長 然後太長就變成說 拖運的時候很麻煩 除了你自己在路上拖的時候 它會軟掉 因為它太長 所以你在路上拖著的時候 它又有一點就是彈性 所以你這樣就會變成說 你就想像自己很像 一個很長的斜坡 你在路上也很難走 所以後來我們買了一個比較短的 然後也因為這幾年 就是航空公司對於雪板帶的尺寸 有一些限制 所以大家自己去注意一下 你買機票的時候要確認 就是雪板帶算在行李裡 還是算在尺寸的那種 規格標準裡面 就是他們會有自己限制說 比如說雪板帶不能超過幾公分幾公斤 像我們這次搭日本航空 因為日本可能 本身對於滑雪這件事情 接受度就很大 所以他們關於這個雪板帶的部分 是直接當成一件行李 只要不操縱就可以 就是沒有尺寸上的限制 就是 所以我們買一個比較短的雪袋 基本上就蠻安全的 你不要買一個特長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打包行李的冬季滑雪篇 對 就是雖然說打包行李這個影片已經拍過蠻多次了 可是就是好像還是蠻多人會希望說 可以有一個更新版的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希望今天的影片內容對你們有幫助 那如果說你想要減少行李的空間的話 也可以使用壓縮帶 但因為我這次的衣服就是 基本上壓縮是沒有用的 可以看到它都已經蠻扁了 就是它本身就不是羽絨那種 然後另外是我自己的羽絨外套 膽角比較高我捨不得壓縮它 對 所以這次就沒有用到壓縮的羽絨帶 不過以前我去旅行的時候 確實有用過就是壓縮帶 會節省蠻多空間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把放在這邊 那我們下次見啦掰掰